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自己推向了败坏 我们始终体贴肉体 做肉体的奴仆 总是做了魔鬼的奴仆啊 不仅害了自己又害了儿孙 在这凌晨去我福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使我们能够归向上帝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一定是领受祝福的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无论如何是能行的 无论如何是能行的 有些信徒说了 哎呀牧师啊 昨天晚上你那么狠狠的责备 我们今天去说一定是能行的 正是因为领受了责备 才会领受祝福啊 大家知道陀螺打得越狠的时候 这陀螺赚得也越好啊 那么大家知道 在这世上也有句话 中言逆耳嘛 补药都是吃着苦涩 但是却是补身子是良药啊 那么上帝是谁 上帝是爱 上帝是爱 而上帝的话语全是责备 上帝的爱是真爱 而且是责备我们的言语 我们经常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凉目 而却非常看得清对方眼中的刺儿 马太夫人七章上帝也告诉我们了 我自己眼中的凉目看不见 但是总是看得清对方的眼中的刺儿 所以如果我看见对方眼中有刺儿的话 赶紧承认哦 这就是我的眼中的凉目啊 这样认识到醒悟过来认罪悔改吧 我们一起找一下提多书 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如果我不认识自己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我认不清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话 就看一下我周围 我跟谁相处呢 我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有些人说了 哎呀今天怎么尽遇到相同的事情 都是这么倒霉的事情呢 上帝为了让我领受祝福 给我三次机会 提醒我三次而我还不醒悟吗 我看到的就是我的模样 就是我自己呀 就比如说啊 比如说在这世上 我们很抵触淫乱罪吧 原来福音八章也讲了犯奸淫的女子 我们心里有淫乱罪 我们心里也有恶念 那么我们心里身子都有一乱罪 而我肉体正是与上帝做对的 体贴肉体的 都是与上帝做对的 自家人是仇敌 那这仇敌是谁 就是我本人 我本人就是仇敌 有一位牧师曾经跟我告白 他本来想离开自己的妻子 想自己好好过生活 结果他做了四季段悔改了之后呢 他就承认自己的罪过 通过上帝的话语醒悟过来之后 懂得爱妻子 那么 这位牧师紧接着告白说 他的妻子的祖上上辈子 跟他的自己家庭的祖上上辈子 原来是大仇敌呀 哎 两家大仇敌怎么 却结婚在一个家庭里了呢 全能者上帝的话语真的是准确无误啊 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无论我的过去什么样子 只要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 听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只有靠着上帝的话语才能活啊 离开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是活不了的 因为这上帝的话语 才是我的粮食啊 马太福音四章四节 人是要靠上帝的话语 人是要吃上帝的话语的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呢 提多书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提多书 提多书一张十五节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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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在捷径的人凡无都捷径 在误会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捷径 连心地和天良也都误会了 他们说是认识神 行事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憎悟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阿们 在捷径的人凡无都捷径 就比如说我戴着蓝色的眼睛 这时候看待世界全都是蓝颜色的 我戴的是红色的眼睛 看待世界全是红色的 大家知道我们家里养的动物 给那些动物戴上红眼镜或者是蓝眼镜 那些动物就非常的抓狂疯狂 因为突然全世界变成 都变成红色跟蓝色了 我们人看似比动物稍微好像 稍微好一点点强一点点 我捷径的时候看一切都是捷径的 丈夫如果怀疑自己的妻子的话 说明丈夫是有问题的呀 我心里存什么样的心 我就怎样看待这个世界 所以我内心歪曲的时候 全都是歪曲的理论 歪曲的思想 那我的内心怎样才能捷径 我内心怎样才能正直呢 这全要靠主耶稣基督啊 上帝是洁净的 上帝是圣洁的 而我内心无悔肮脏 所以我却不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内心歪曲 我内心弯曲的时候 我是反而在排斥上帝的话语 所以听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我内心有排斥的部分 那赶紧做个解号 赶紧认识到 这方面我正是出故障了呀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节 我心灵得到医治的时候 眼睛才是睁开着的 那么儿女很不顺利的时候呢 父母的罪过又加重这种一切的重担 我犯罪的那瞬间 就祸害了儿孙呀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有些信徒说 哎呀我父母在世的时候 我们家特别不顺 哎怎么父母一去世了 我们家开始好一点了 如果我父母在世 该多好啊 但是其实父母的罪过 会加重儿女的重担 父母的罪过 会祸害儿女 而主耶稣基督的奥秘呢 主耶稣基督能改变这一切 主耶稣基督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呀 如果大家排斥这祝福 如果大家不愿意领受这祝福的话 我瓢牧师一定会强硬 硬塞也要让他 也要让大家领受这祝福啊 久而久之了 大家就能够醒悟了 哦原来那才是真爱呀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三集 真实的爱 我们一定会觉悟过来 这才是真实的爱呀 这是在美国的时候 四五年前 有很多牧师 曾经是做四九段悔改 后来又说这四九段悔改不好 又离开了 那么现在呢又醒悟了 又要找到朴牧师 而且来找到朴牧师就求饶恕 牧师啊 我们从今一度辱骂您的 都是因为我们太无知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明白呀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为的是归向上帝呀 上帝 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那么我们活着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就是白昼啊 死了就是黑夜了 所以我们是在白日的四分之一 白日的四分之一 就活着的时候我要认罪悔改呀 我们呼喊阿门啊 尼西米纪九章就提到了四九段悔改 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 那污秘肮脏的时候 什么是污秘的呢 就是不相信上帝的就是污秘的 我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没有信心的时候 看什么都是污秘肮脏的 获得了信心 什么都是洁净 什么都是美好的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都是可爱的 都是好的 而魔鬼不是爱的对象 我外表是什么样子 这不重要 但是我内心是属魔鬼呢 还是属圣灵呢 那么基督的阿弥斯 这段悔改是能洗净我一切的污秽呀 有些信心就说 牧师怎么有时候看着我挺高兴的 有时候又不喜欢我呢 那么 条牧师不是以外貌取人呀 那么再次都各位 相信大家也经历了 我内心洁净的时候 什么都是洁净的 就比如说 这塑料袋里 如果我装满的是屎的话 谁会拿着这个塑料袋走呢 大家知道在我小时候呢 我们特别喜欢 捡那种捡水 就要用捡水洗衣服的 那么当时那个捡 是给 当时捡是用那种塑料袋 尼龙的袋子 就包起来 卖 那么当时我们小孩 也没什么玩具 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我们就把那个 自己 我们就把屎 包在那个尼龙袋子里 塑料袋里 然后好多人 误以为那个就是捡 就把它捡走了 结果回到家 在尼龙袋子里面装的是屎啊 我屎膜师 真的现在还要认罪悔改呢 我眼睛 黑暗的时候呢 看不清自己是黑暗的 污秽肮脏的是什么呀 就是不相信上帝 不信主的 就是污秽肮脏的 这信心是上帝的礼物啊 上帝给了我信心 我才能信啊 污秽肮脏的人 就是不信的人 所以抱怨发怨也 这都是因为我肮脏 才会抱怨 那么在捷径的人 一切都是捷径的 再说的各位 好多人说哎呀我回家 我都不想回家 我看着我家老伴我就烦 是因为我内心歪曲了 所以我看他才会烦呢 不相信主的人 都是污秽肮脏的 信主的 这时候才是洁净的呀 很多人回家就开始抱怨 哎呦看我丈夫也烦 看婆婆也烦 看我家孩子也烦 怎么看谁都烦呢 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 赶紧醒悟 是因为我内心歪曲 是我 我是无回肮脏的 我并没有信主啊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我歪曲 好多人说 我跟我家的丈夫不和睦 分明是我内心歪曲啊 一个人戴着蓝色眼睛 一个人戴着红色眼睛 看对方都是不一样的 而我内心抱怨发怨也 那都是推向败坏 是走向地狱的呀 我们要使心里洁净啊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心里 是心 我的心和良心误会了 这时候看什么都不干净 看什么都不好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呀 我带着红色的心 我看见红色的才是高兴的 其他的我都在排斥不喜欢 那么我的心怎样才能洁净 我的心灵的良心 怎样才能得救呢 我的良心活过来了 眼睛睁开了 要正确地看待一切 要清洁地看待一切呀 十篇四十六篇五节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 我的内心 以我带着信心的眼光 来看待世界的一切的时候 一切都是美好 一切都是洁净的 我内心的三个良心 都要活过来呀 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良心才能活呀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是非常庞大的 我领受了祝福 才能把这祝福留给后孙呀 牧师领受祝福的时候 信徒也能领受祝福 做父母的领受祝福的时候 儿人也领受祝福啊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那么做牧师的如果爱是些爱是死的话 那牧师就是假的了 大家知道我们 连心地和天良也都误会了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为的是使良心活过来呀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为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呀 我们有时候呢 经常抱怨 发怨言 找借口 抱怨自己的命运 上帝的旨意是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我们认罪悔改 做了四阶段悔改 悔改了心灵就平安了 是发自内心的有感恩感谢的 我的心灵怎样才能得到医治呢 我心里良心都要活过来呀 问题是出在我良心上 是我的良心死去了 那么只有主耶稣基督能拯救我的良心呀 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呀 第十六节我们来读一下 他们说是认识神 不信的人也说 哎呀我认识神 他们也说有神 他们也说哎呀神是高大的 神是全能的 但是呢 行事却和他相悖 行为上是与上帝作对的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可慕祝福 那我也没有真实的爱人如己呢 如果我真心的爱人如己了 真实的爱人如己才是真实的爱自己呀 如果没有真实的爱人如己的话 根本就不是爱自己呀 比得前数一章二十二斤 真实的爱人如己的时候就会讲实话 讲实话真心劝勉 哎呀这位信徒 您现在这个好像是在 不愿意领受上帝的责备呢 传道书三章 我们不能积攒灾难呀 上一次好像您也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怎么还不醒悟 怎么还不认罪呢 这样讲实话真心的劝勉呀 我们要真心的劝勉 在海外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信徒 有几个信徒 讲实话真心的劝勉呢 有多少个信徒 讲实话真心的劝勉呢 有多少个信徒 讲实话真心劝勉呢 在座的各位 我们真心的爱人如己 是讲实话 诚实的真心劝勉呀 哎呀这位信徒 这件事情您曾经也经历了 怎么还不醒悟呢 不要再积攒灾难呀 积攒灾难呀 积攒灾难到一定程度了 就会遭受灾难和咒诅啊 哎呀这位信徒 这件事您错了呀 哎呀 朴牧师不在教会 您就不来教会了吗 您为什么不愿意来到教会 认罪悔改呢 讲实话真心劝勉呀 我们来到教会 祷告认罪悔改的话 我的家 我的家庭领受祝福 我领受祝福 而我看着 我看着别人的错 也不讲实话 不真心劝勉的话 说明我内心不正直啊 比如说我看见人家的衣服 有一招屎的话 那我要讲实话 那我要讲实话 劝勉 哎呦 这位先生您这个衣服 沾了一招屎啊 有很多的臭味啊 讲实话真心劝勉 这才是爱 看着跟没看见一样 扬威不见的时候 那不是爱呀 再说的各位 我们都认清一下我自己 我有没有真心的爱人如己呢 爱上帝的人才能领受祝福啊 而大家没有领受祝福 这都是因为大家并没有爱上帝 他们说是认识神 行事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憎恶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祝福啊 使我的良心活过来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的良心活过来呢 靠基督的保险向上帝认罪悔改 彻底地做四季断悔改啊 我们做四季断悔改心灵洁净了 我悔改的时候才能靠近上帝 为什么说教会成了假的教会 没有基督的那就是假的教会 不认识基督不承认基督的那就是假的教会 为什么很多教会纷争争场 为什么好多教会纷争争场 抱怨发怨言 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 在基督里是爱呀 夫妻之间真心相爱 基督是爱 是让我们和睦的 是合一的 因为在基督里有上帝呀 哥林多后书五章是九节 上帝居住在基督里 有马书五章八节 因我的罪 上帝让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爱 这就是上帝的爱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 做了四季断悔改 这时候是领受上帝的爱 领受了上帝的爱 我才能真实的爱人如己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是不是经常结怨结仇 不解恨呢 夫妻之间吵了一架 结果就开始搞冷战 我们要解恨 不能结怨结仇 我们要把怨恨全解开 全饶恕 这时候良心才能活呀 我领受了祝福 这才是爱国者呀 我领受了祝福才能尽孝心呀 而只有在基督里 是我领受祝福啊 这一切全要靠着基督 使我们属于上帝呀 在座的各位 我的眼睛睁开了吗 我的良心又是怎么样的 首先是良心活过来吧 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 使我的 能遇见上帝的 这是有福的呀 那么依靠圣灵 使我的行为得到变化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 靠圣灵使我的行为正直啊 好多人说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的装模作样呢 我为什么总是很伪装 伪善呢 我为什么总是装模作样 在伪装自己 也不愿意侍奉 也不愿意悔改 我总是心怀二义 总是装模作样啊 那都是因为我的良心没有活 都是良心死去了 我们良心活过来了 这时候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荣耀上帝领受祝福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真心的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吧 再次的各位 我们要有好行为照在人前 在黑暗中要照出亮光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全能得福 我父上帝您赐福于我们 我父啊 我们无悔肮脏 没有信主 我看待一切都是不好的 我父啊 我的良心真的是死去了 我的良心不正 嘴上光说主啊 但是我的行为 却是与上帝违背的 从来没有做过善事 也不行善 一直种下罪恶 行恶作恶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求主使我脱离这一切的罪过 在这凌晨求我福帮助我 使我醒悟过来 使我的眼睛睁开 使我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求主帮助我 使我做善事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求我福帮助我 使我醒悟过来 使我听从上帝的话语 不父啊 求我福帮助我们 使我的行为上正直 使我真实的讲实话 求主帮助我 使我真心的为一个灵魂祷告 流着泪水 为一个灵魂祷告 我先认罪悔改 然后再讲实话真心劝勉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灵魂都能够彻底的悔改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使我们归向上帝 幸福的生活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听从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引导 侯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